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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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观众们 周末愉快 我很早以前就跟着我讲 上涨无天 在我的技术讲座里面 我也讲 其实今天有太多涨停的 我都曾經也講過 你像這檔普信 以前我也講過 也漲停 創波段新高 迅州也漲停 也創波段新高 這個萬哉 我以前也講過 今天也漲停版 昆穎也更不用講 今天又漲停 然後三商店 你們也有看節目 三商店也漲停 惠特送資料給你們的 也漲停 觀眾朋友們 你們要我怎麼解盤 還是先幫我按個讚好不好 你們節目都我在看 好不好 現在正在看直播 就按讚就好好不好 真的要跟上啦 你們真的要跟上 你包含這個瑞瑄你看 現在也正在拉 我說實話 股票市場上沒有那麼難 好不好 就問題是 你願不願意去改變 你的想法而已 就像我今天 我在早上連線的時候 我也講了 我說底部的股票 你們買就對了 在我的技術 不要說教學 在我的技術分享裡面 我常在講說 遇到那麼大的一個拖頭 你不要日線上做股票 你就越K線做股票就好了 還有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觀眾朋友們一路走來 你自己亂猜不如讓專業的我來 你就跟上超越電風就好 現在全市場你看一看 不是我在講 我的概念股幾乎現在大家都在傳說我最近我要講什麼股票 這就是一種我們夠用功 我們的團隊夠努力讓市場上認同我們 三百九十一塊的五毛的台積電 背離的三百九十一塊的台積電 五百二十八的台積電 七百五十二台積電 將一路走來八百二十一的台積電 你們都看在眼裡 我也不用多講 因為台積電上禮拜二我說打下來 我說六十分K線缺口會補 九百二十三塊你敢不敢買 現在台積電已經到一千多塊了 我也不用花那麼多時間講台積電 你們都看在眼裡 我還是一個原則一張都不要賣 鴻海也是 從一百一十七塊五毛 電視上給你看到了 到出現背離電視上也跟你講 一百四十一塊 股東前朝也給你看了 這你都看在眼裡 五月三十一號一百七十二塊 跟你講可以買 一百七十一跟你講可以買 然後你問我會不會填息 我說會 六月二十五號跟你講 黃金交叉還是要買 我只能講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 說真的很難講 反正 反正你們就看下去吧 你們就再看一下 其實他這個價差已經超過了 我不會算了 我不算了 你們有鴻海的你就請你去吧 這三上列 五月底的時候 所以我說六月份開始你要首選這張股票 因為突破長期的下降壓力線 量價不會同時到底 我證明給你看一下 你把我的技術分析學去 你看 六月份那時候是 當時這邊有個高點 在五月底的 我說六月份那個高點 我問你過了沒有 你自己看 這還要我解釋嗎 量價有沒有同時到底 沒有啊 好不好用 今天怎麼過的 你有沒有看到 我畫一條線給你看 過了沒有 過了 看到了 他在講什麼 你說我沒講 我早就跟你講了 這是 沒有那麼多時間 一直跟你重複而已 今天漲停板了 有24%了 這三商店 我講過了 政府標案不會倒 我當時講說 跟遜州一樣 會來會漲 那時候遜州才漲74%而已 你看遜州後來漲到哪裡去 我真的不會講 你們問我 我就說有底部的股票 超越電風有 你要不要加入而已 我現在我只能這樣講 你說上禮拜我送各位的9號 你知道嗎 我壓力有多大 我會員都跟我講 你像明講 我上禮拜送各位的9號 你待會看看漲多少 漲了20幾% 惠特今天也漲停 也在LINE上面寫 所以我最近 我真的不能在LINE裡面再寫股票 我再寫下去我都被抗議了 你看坤穎 15塊4就跟你講了 電視節目有沒有 有 我跟你講股東前場都有幫我留下記錄了 你自己看 你們用看的就好 我說又是一檔 量價不會同時到頂的股票 禮拜三漲停 昨天漲停 今天再漲停 你們要叫我怎麼擠 觀眾朋友們 有時候 有時候 你就按個讚就好了 你有看節目按個讚就好 我實在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解 這就是一個多頭 你們會害怕 偏偏有分析師就會跟你踩煞車 這裡不能買這裡不能買 那我也沒辦法 251% 今天真的我要結案了 因為昨天我聲音沙啞 我昨天下午去去 我昨天一整天都沒喝水 到下午2點下完節目以後 我才做完檢查 我到3點才喝水 所以我昨天完全沒聲音 但是很謝謝你們 昨天收看的人數也是破紀錄 我跟你講 我現在已經決定了 我不要小賺 我要大賺 因為股票都漲停了 還什麼小賺呢 今天最後一天 我知道很多人有做案子 問題有沒有這個績效 你們要不要挺我 尤其是 你兩個禮拜前有參加我電視演講會 你自己去想想看 我股票強不強 你去想 這個問題叫我的股票強不強 這樣就好 你看 那時候送你的惠特 我說有時候我壓力大在哪裡 我在LINE上面直接寫惠特 結果 從禮拜二開始 因為有遇到一個端午節 我都還記得 你不要說 啊什麼禮拜二 對 沒錯 因為我記得禮拜一次端午節 放假那一天 從75塊錢 我跟你講 LINE你一定要加入 75塊你記好 你看下去 其實我做太早了 為什麼 我也懶得改 其實不只69% 因為它漲停 我也不想改 因為我改 因為我請我助理改來改去 我也嫌麻煩 超過七成 就在那上面寫的 當午節你吃完粽子以後我直接上面寫惠特 它今天超過70%不是69% 因為我不想改 因為漲停 我不想改 你們當午節那時候LINE裡面有看到惠特 你給我按個讚就好了 我今天也不用加一 我今天要看到很多讚 很多讚 很多讚 我就很開心 就很開心 你問我怎麼樣股票可以做得好 我就是老話一句 你們要找底部的股票 你日線上這樣看不懂 你看一下月線 好神奇 我的趨勢指標是不是剛勾上了 我記得我上次在辦線上演講會的時候 我還特別提醒你快要勾上來了 你不得不佩服 其實它也出現背禮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的 我花點時間畫給你看 它也出現背禮 我只畫一次啊 是不是背禮 股票創地 二次黃金交叉往上位置低檔背禮 就這樣 你們要不要學在你們 反正我贓上演講會我有講過了 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你要不要出一套暖體 哦 你的屈指指標出現加穿浮 它就 嗶... 嗶... 我就來買 理 我 nggak 我說了我不要 為什麼 因為技術分析常常是這樣 他有符號跟你講要買的時候 是你最害怕的時候 你也買不下去 所以為什麼我不發展電腦軟體就是這樣 你懂我意思嗎 就算他嗶嗶嗶 可是那個時候你看到大盤在跌 你看到你根本不會買 所以你要跟著我做 因為我發抗訊給你 你會比較安心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不要做電腦軟體 以我的腦袋和我的技術來源 我早就可以做出這個 我把形態學套上去 只要出現底型的 我趨勢指標出現黃金加山 就一個訊號給你 問題是我以前有測試過 沒有辦法 因為你們沒有辦法克服你們的恐懼 所以做不到 就像這9號 我跟你講我趨勢指標27.85 你們自己按個讚就好 你上禮拜五沒有看到這檔股票 我隨便你們 那時候沒有人講被動元件 我還拿我的趨勢指標給你看 你們問我怎麼做 你們問我怎麼做 我也不會講 我今天也沒印 又創高了 超過20幾趴 你看6127 今天最高是35塊7 35塊7 我還來不及印 算了 沒關係 因為這也沒有漲太多 你們自己講嘛 你們要我做的我也做 老實在LINE裡面有時候透露一點 我透露了你敢不敢買嘛 不過還是要加入我LINE 我覺得有很多YT的觀眾朋友 我先跟你講一下 你已經加入我YT的 麻煩你加入一下LINE好不好 我LINE裡面我不定期的 有時候我比如說今天如果說 我又講說好 今天如果超過700個人線上看 搞不好 搞不好我又要講另外一檔股票 我就算被會員罵 我又要寫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700個很難啊 我覺得達不到700個 觀眾沒有 這就久了 我沒有講被動元件這些 你有想到他會講嗎 所以up to you好不好 我盡力 tpk也是 我跟你講我覺得他就是委屈 我覺得好委屈就好委屈 我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他的委屈 你們以後慢慢看就好了 有朝一日他要重返農業的時候 你謝謝我有提醒你就好了 好不好 你謝謝我提醒你就好了 其實這張股票也已經十幾%了 因為 你大家對於好的股票 你看 你不見得會有那種feel你知道嗎 我也懶得去改了 反正你就慢慢看下去嘛 好不好我也不是今天才在講 我就跟你講我趨勢指標就是往上 你就不要讓他這樣子 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我就不講了 你就不要讓他這樣做出來 你做出來以後你一由去算一比一 不要說我沒講 今天導播還講說如果今天有直播的話多好 我是指另外一個節目直播了 他都會嚇死人 你看到我那種股票這樣漲 我都沒關係隨便無所謂 反正大家你們有賺到錢我也開心 你看我也懶得改我寄到44塊5嘛 你看他最高45塊5 我也不改了 我不想改了好不好 反正基本面也給你看了 我也深思力竭的在講 你信不信在你 我說三家公司一起要組成儲能國家隊 結果另外兩家公司的本益比都 這本益比股進比都四倍了 派出我這個代表只有0.4 差了十倍 你要是洪家軍你驗得下這口氣嗎 何況在未來的iPhone TPK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慢慢看上去 我遜中 5月13號跟你講 到今天為止不到兩個月 你知道他長多少嗎 這是我在節目中講的 5月13號 我直接在股東前朝 所以為什麼我股東前朝 連線的時段那麼多 觀眾喜歡的是講道理的老師 就是講出的東西 我有基本面 我有技術分析 我會算籌碼 如果我只有一套技術分析 我不可能待那麼久 基本面 你那時候什麼叫基本面 因為訓州是母以子為貴 他有康權電訓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我那時候要辦電視演講會的時候 那才28.2 漲74% 你自己看嗎 你們看嗎 我真的我不知道怎麼解 打下來我跟你講 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你們信不信 你不信我也沒辦法 然後漲停板 又漲停板 還是漲停板 今天再度漲停 142% 我不知道要怎麼解的 你就慢慢看下去 慢慢看下去 你自己看一看 我前兩天還畫了一條線給你看 你慢慢看下去 我的股票就是這樣子漲 16.2 漲到今天的39.2 今天又拉到漲停板 你眼睛是雪亮的 我講再多都沒有用了 如果你還徬徨在外面 無依無靠的 或者你跟著其他分析師 已經不敢做股票了 我就問你 你們還在等什麼 你們為什麼不來找我 導播是因為職責所在 他如果不當導播 你讓他選分析師 你會不會選我導播 你自己講 對嘛 你們何況你們每天說 看我就是 你要我怎麼解嘛 我股票又不多 居然每次都要漲停 那我也不知道 要怎麼跟你們回報各位 我跟你講這支股票 快壓不住了 我盡量再壓 我告訴你今天 我不能講 我一講你們會去查 你真的快壓不住了 我真的跟你講 這不要說迅州第二 這連昆铭第二 所羅門第二都有可能 因為我學過的技術分析 量和價不會同時到頂 他這個 這一定過了嘛 摩以子為貴的最好的代表 就是迅州 還有之前的這個 所羅門 因為有新門嘛 這個你們也都知道 摩以子為貴的 就是說我本身很賺錢 但是我轉投資的股票 又剛好是現在最夯的 我不能再講一下 講下去你們查得到 跟AI有關 他轉投資的公司 跟現在最夯最夯最夯的 這個AI技術有最密切的關係 而且他當時入主的價錢 就比如說你買股票好了 我當時我入主這家公司 那這家公司 現在一直在漲漲漲漲漲漲 從入主當時價錢來算的話 到現在大概漲 賬面上了 大概賺了百分之八十有 很厲害 蠻厲害的 而且他的 母語子為貴兩家合在一起 那個力量會大大 你無法想像 我再猜應該可以漲兩倍到三倍左右 你們就慢慢看 你如果不想做的 你就慢慢看 你想做的 我這邊有Line 你可以Line 來問我們的服務人員 怎麼做這檔股票 或者是 你可以撥個電話來 因為我覺得 我今天也不用講太多了 擺在眼前的事實就是這個樣子 股票一檔一檔的在漲 一檔一檔的漲停 有的是送資料給你們的 你現在那個九號上禮拜送給你 那今天漲停太多了 昆穎漲停 遜舟漲停 惠特漲停 三商店漲停 我說實話 我說真的 我很慶幸說 我們身在這個時代 能夠得到那麼多的訊息 我們知道 你們要的是什麼 你們要的是什麼 很多啦 我必須講說 你看 我記得我前幾天 有算21天的時間轉折 給你們看的是哪一檔股票 是這一檔 有沒有 21天時間轉折 你們忘了啦 你們忘了啦 你們忘了就算了 反正 現在的股票有一種特色 就是當台積電漲上來以後 它會帶動很多中小型的個股 不知不覺就會漲一倍兩倍 你同不同意 因為台積電從391.5到528塊 到725塊這個歷程漲上來 其實它要完成一倍很難 可是一旦它到1000塊以後 它就會讓周邊一些 那些中低價位的股票 大家會吶喊說 選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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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漲幅就是真的都是 100% 200% 300%起跳 因為以前你們沒有遇到過 你們不知道 這一種事的威力有那麼強 所以為什麼 我會在線上演講會之前 開宗明義的告訴全國觀眾朋友們 一個我領悟到的道理 我說我之前在看到事理論架構裡面 讓我領悟到一個原則 就是上漲無天 因為我們坦白講 不管是艾略特波浪理論來講 或是廢是時間週期 它是無窮盡的 比如說我常常在念 1123583 2134 5589 144 那89加144 可不可以成為後面一個數率 是可以的 沒有人規定說到144就停了 但是它的一個循環的一個效果是 永遠不變的就是 0.382 0.618 這種黃金切割率 的跳算而已 就是我漲一段 然後我拉回來 我要再走一個1比1 那我會拉回的深度有多少 有的只會拉回0.191萬 又要走1比1的最小滿足車幅 這是可以計算的 所以為什麼我會講說 現在這個時機是最好的 為什麼 因為美股也在創新高 連之前最不看好的特斯拉最近也在漲 何況是蘋果的股價 我講實話 蘋果也沒有推出什麼新的新機器 但是它會有讓人家期待 會不會有一個真正的 所謂的AI的蘋果的手機會出現 這也就是我常在講說 這個世界會進步 就是以前沒有現在有未來會更多 我們期待著未來AI的世界來臨的時候 會有太多的產品 會在我們周邊圍繞著我們 何況 你們也想說有一天 你可不可以開車的時候 你真的可以把兩手一放 它帶著你平安到家 這是未來世界的一個想法 所以以車用來講的話 從電動車演發到未來的自駕車 它都是一種人類必經的一個過程 那你也看得到了 那麼多工廠 現在為了要方便它的整場輸出的便利性 所以機器人機器手臂也大量的出來 所以為什麼你可以看到這個 所羅門可以那麼彪悍的 從41塊漲到187塊5毛 這就是一個我們所期待的世界裡面 有太多類似所羅門這種股票 因為它打底完了 它很有可能會重返榮耀 我不是要你現在去追這股票 而是我希望你 利用價值的時候好好去思考一下 你要不要做這一堂股票 因為我給你們的因為我給你們的已經太多了 你看惠特漲了七十幾%今天漲停板 我給各位的這個九毫 上禮拜五送給各位的 大概也漲了快30% 就等於三支漲停了 今天商山燈也漲停 昆英也漲停 我來不及寫 這個慧特也漲停 這個遜州也漲停 你們都看在眼裡了 其實最後就是一個執行力 就是你要不要說服自己跟著我一起獲利 取決在你 努力在我 想辦法幫各位賺錢在我 你要做的動作只是撥個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說 我要加入超越巔峰 我想賺大錢 這樣就好了 你一樣 這Lighter也是一樣 你也可以借個Light 來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個洽訊 說圖老師有說小賺大賺 他說要大賺 既然要大賺 這個事情交給我 我來幫各位大賺 你就是負責加入我的行列 就是那麼簡單 要漲停板 就給你漲停板 好不好 預祝各位週末愉快 謝謝 謝謝